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形象化表达 议论中的联想 以形象化表达 议论的形象化 好像就是很一般 但要做到 是困难 所以我们 要专门来讲讲 这个问题 形象化 它是有个功利的问题 就是要有生活的底子 要有语言的功利 这个鲁信的杂文 一般篇幅都不大 从来不做高头讲章 那个鲁信的逻辑 它都是蕴含的 不是特别外露的 它的杂文 非常生动 形象 总是给人留下印象 然后就可以领略到 它的道理了 所以学习如何说话写文章 怎么用文章 这个有味道 有性情 那么鲁信的杂文 是很好的一个模本 这里讲个故事 可以看得出鲁信 它这个说话是非常 这个生动形象 让人过目不忘了 鲁信曾经和创造社论争 他是不喜欢创造社的 但是创造社呢 有人喜欢佩服鲁信 有一个人呢 就叫郑伯奇 他回忆过这么一件事 三十年代 左连成立以后不久 上海有个大学 叫大厦大学 就去请鲁信去演讲 当时呢 是郑伯奇 在那边教书 就接待鲁信 这郑伯奇先讲了 他说今天演讲的主题 是大家关于文学 和阶级的问题等等 当时郑伯奇很年轻了 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他接触了很多外国的文论 就大谈 什么一些概念 什么意识形态 上层建筑 阶级 意义 民族国家等等 一个接一个 所以郑伯奇 讲了不到二十分钟 人都跑了 接着就介绍鲁信 那鲁信演讲 没有什么名词概念 时髦的东西 他就讲一个故事 他说 你们 有没有从乡下来的呢 有没有看过乡下人 起媳妇 那么乡下人的审美标准 是什么 大家这样一问 大家就愣住了 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鲁信就说 乡下人起媳妇 是吧 他这个不会找那个腰 这个女孩子 那个腰啊 特别细的 特别瘦的 现在我们都讲 女孩子要减肥啊 是吧 都要讲什么 骨感美人 那么要这个 其实是不健康的是吧 那个当时呢 他有鲁信说 鲁信说 乡下人不会找这样的 为什么 乡下人的审美标准 跟城里人不一样 所以这个美学 是跟生活联系在一块的 城里的人 受妖受脸 弱不尽风 在农村 看起来就是有病 所以鲁信呢 接着就引申到 农民和绅士 对人体美 可能有不同的审美标准 是吧 可能有不同的审美标准 接着呢 又讨论到文学的阶级性 现在大家都不怎么 相信阶级论了 这些年啊 以前呢 确实也是把阶级论泛化了 但是实际上 阶级还是存在的 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 就会形成一个集团 一个阶层 它就是阶级嘛 不过我们现在讲 和谐社会不讲这个了 在鲁信那个时代 他是要讲阶级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阶级 他讲阶级呢 他不像郑波奇那样 讲得那么干 罗信的论述 就带有他的杂纹的特点 就是文学性 形象性 很生动 而且呢 带有过人的体验 所以这种表 这种表述啊 是吧 这个是 很鲜活的 逻辑推理呢 不是佛面的 总是蕴含 和渗透在 他形象的表述里边 他也有逻辑性 也有推理 是吧 蕴含在里边 所以演讲的时候 郑波奇啊 小青年 一下子把人都讲跑了 鲁信一上台 又把人给吸引回来了 所以鲁信呢 是从来不做那种 干巴巴的议论文 他平时说话呢 也是这样 很少引用那些时髦的名词概念 很多接触过鲁信的人都说 鲁信呢 并不像现在有些画 画像里面的那么严肃 他平时呢 是很风气的 说话呢 给人这个印象啊 是这个很深啊 生动有气 总是通过形象来表达 这是鲁信的看家本领了 就是鲁信是文学家嘛 文学家的素质啊 所以写起杂文来 才是这么生动 我们都知道啊 小说续剧诗歌是要形象思维的 那么杂文呢 它是议论文 是讲道理的文章 但鲁信因为他是一个 有情信的一个文学家 所以他那种艺术感觉 表述的才能 形象思维 在写杂文的时候呢 就会这个渗透其中 所以他的杂文就显得那么 生动啊 形象 我这里啊 说的不太形象了 是吧 不如来细读鲁信的一篇杂文 看他是如何来发挥 形象思维 联想和形象化的表达的 看他是怎么来发挥 形象思维 联想和这个形象化的表达 这个《韦自由书》里边呢 有篇很短的文章 是《观斗》 叫《斗争的斗》 叫旁观 那个斗争 是1933年写的 篇幅很短 一共四百多字 非常有气啊 读起来我们就会发笑 里边发人深思 下面我给大家念念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 自己爱和平 但其实是爱斗争的 爱看别人的 别的东西斗争 也爱看刺激的斗争 这个看客 鲁信经常批评 中国人的看客心理 这是第一段啊 跟通常我们说的不一样 是吧 我们呢一般一讲中国文化 中国人就是中国和而不同 是吧 中国文化就是一个盒子 等等 但是中国啊 字面上是这样写的 实际生活里面往往不见得合 官斗 这篇文章第一段 立论就冲破了这种通事 通常的看法 接下来 最普通的是斗鸡 我心写文章是没有什么累累累的啊 这单刀直入的 南方有斗黄铜鸟 斗化眉鸟 北方斗鸮 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 还因此赌输赢 古时候呢 有斗鱼 水中的鱼怎么斗 很奇怪是吧 现在变成 把戏会是跳蚤打架 跳蚤也斗了 这也是蛮难的 前面念的这些都是铺垫 接下来呢 才讲正文 看今年的东方杂志 当时的一个杂志 才知道金法又在斗牛 不过和西班牙却是两样的 西班牙呢 是人和牛斗 我们呢 是牛和牛斗 年来中国是中国式的斗牛 你们看这段啊 全是形象的议论 他其实是讲斗 中国人喜欢官斗这种心态 接下来下面一段 只有一句话 任他们斗 刺激不一斗 只是看 看客心理 注意啊 这里就点出了一种社会心态 看客心理 军队 军阀们 只管自己斗争着 人民不遗文 只是看 就不参加 只是旷观 麻木的一种社会心理 这文章写到这里呢 它就转一个弯啊 然而军队们 也不是刺激 亲身在斗争 是使兵士们想斗争 所以平年恶战 而头儿呢 中医是好好的 突然是物费消逝了 消逝了 突然是杯酒延翻了 突然 突然是共同议会了 突然是立士报国 就是说当官的 那是变来变去 富尔 鲁信就用了很多的排比 是吧 说明军阀有很多的发招 但是其实斗来斗去 都是下边当兵的 那些普通的民众 是吧 不消说 突然自然又不免打了起来 一会讲和 一会又打起来了 吃亏受难的是老百姓 然而人们一认他们玩把戏 只是看 一方面让他们斗 当斗的功绩 一方面人民又只是看 这是一种麻木的社会心态 看客心理 但我们的斗士 只有对于外敌 却是两样的 近的是不抵抗 演的是妇怒前驱云 对于外部的敌人 就是不抵抗 当时批评 当时的当局 对于日本人的侵略 采取不抵抗主义 妇怒前驱 就是背着弓弓弓箭 这个意思 顺便一写 就讽刺了当时的 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不抵抗在字面上 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妇怒前驱呢 奴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 必须带考古学家研究出来 制造出来 然后才能够富 然后才能够全去 这是一个讽刺 对当局的讽刺 我们看最后一段 韩式留着国产的 宾室和县室的军伙 自己斗争下去吧 中国的人口多得很 暂时总有一些 己如仪在看着的 但自然 躺要这样 这对外敌就一定非 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 这就是说 当时中国人对外敌 也应该是爱和平的 这是对当局经常提的话 在抗日战争的情况之下 他们这样提是不合适的 所以鲁信进行了批评 看这个文章 你看才四百多字 怎么立论呢 不是出向的 抛出一个论点 然后一个讲道理 而是从斗牛 斗蟋蟀 斗这个斗那个描述开始 引起读者的信气 就跟讲相声似的 有个包袱 原来这个包袱到最后才打开 这个作者讽刺那种心态 看客的心态 同时也讽刺当时的当局 他的不抵抗政策 鲁信是怎么来写 这个形象性的杂文呢 一般就是这样 靠语言的技巧 靠这个语言的技巧 他这个一般呢 用比较感性的语言 用比较感性的语言 形象的语言 来表述 来论述 另外呢就是抓住本质 深入浅出 化繁为简 就抓住本质 深入浅出 化繁为简 你可以推想 鲁信碰到问题 它是要浓缩的 要简化的 它一个问题 先把它浓缩简化了 把本来可以很复杂的 夹绕不清的 这个问题呢 先清理出它的核心部分 关键的部位 是吧 然后呢 找到某种形象 作为负载 就把那种复杂的现象 简化了 用形象的 突出的 表达出来 像刚才这个 干斗 官斗 这篇文章 可能我想啊 是鲁信的 述到 这个当时某一个 信息的一种 出动 比如说 看到当时 这个当局 那种不抵抗的 一些言行 还有普通老百姓 那种麻木的心态 等等 他有话要说 就把这些 很多的感触呢 然后集中到 官斗这一点上 浓缩到的 官斗这一点上 然后呢 又联想到 斗这个 斗那个 那种还可笑的行为 所以官斗呢 就好像是一个 关键词 是吧 不过不是一个词了 它是一个要害 抓住了一点 是吧 抓住了一点 就是浓缩 简化 然后呢 找一个形象 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这种形象 就不是一般的比喻了 它是一种联想 不是一般的比喻 旁观者 看别人斗 看客 这就是一种 社会心态 那么这种心态呢 和当局的那种 不抵抗主义 结合这一块 是吧 所以呢 他做了 社会心理的批判 是吧 同时又有 对时局 对当时时局的 一种真变 这就是鲁性的技巧 四百多字 它包括的内容 是非常多的 但形象 又非常尖锐 说到鲁性的 杂文的形象性呢 这当然好像是一个 非常一般化的概括 是吧 其实鲁性的杂文呢 它是有味 信人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四个字 叫什么 射笔成器 它语言的一种味道 是吧 那么这是得意 它的功力了 还有想象力 思考力 这几方面呢 要结合起来 语言的能力 它跟想象力 思考力 是有关系的 和鲁性的心理性格 也是有关系的 那么鲁性呢 是一个很幽默 很敏感的人 他善于抓住 事物的特征 本质 然后呢 把这个最关键的一点 突出形象的勾勒 让人家联想 以前的中学课文呢 我们选过一篇文章 叫拿来主义 这个拿来主义 也是讲 怎么对待外国文化 本来这是一个理论问题 是吧 但鲁性呢 好像没有讲什么道理 它是讲故事 用非常形象的方式来描述 就把那个 对待外来文化 它几种态度 以及他们的后果 就非常生动的 传神的表达出来了 所以呢 读了以后 就印象会很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理论的表述 它已经附加在 那个感性的东西里边 引起人家兴气 甚至唤醒 阅读的感觉 是吧 就是有一种 陌生化的那种效果 那么诗歌啊 小说啊 有时候都有陌生化 那么杂文也有吗 就是有 它是一种相通的东西 有些道理呢 你采取逻辑 推理的表述 人家可能是听得 这个不以为然了 司空见惯了 是吧 这个你刚才讲道理 大家就不以为然了 是吧 但是鲁性用一种强烈的 感性的形式来表达 就会重新 要引起你的注意 激发你的想象 这就叫重新发现 是吧 这就陌生化 所以呢 关于鲁性杂文的形象问题啊 是值得深入来研究的 大家说话也好 写文章也好 如果要从鲁性这里 他杂文这里 学到一些东西 形象的表达 就是一法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呢 一个说话不要拿枪 拿掉啊 第二个你的论证 你的说理呢 尽量能够引起 阅读对象 那种兴起 那种想象力 尽量有些具体的东西来表输 而且最好呢 是拿大家熟悉的 但是不在意的那些事物来表输 所以鲁性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射笔成器 也可以说是点铁成金 这是第四个问题 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看 鲁性杂文的形象的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